刘霞是在2010年 刘晓波获颁发诺贝尔获评奖之后 开始被远禁在家 唯一一次有朋友冲到上他家 是2012年 但这次会面之后没多久 刘霞的弟弟刘暉就被当局以诈骗罪判刑11年 当时刘霞都有盗亭旁听 后来刘霞发表声明 暂时放弃为刘晓波上诉 刘暉亦都突然可以保爱就医 远禁期间刘霞的父母先后离世 丈夫刘晓波亦都在去年 因为末期肝癌死亡 刘晓波病重期间 刘霞一直都在沈阳医院陪她 当时官方亦都有发布 她出席葬礼和海葬的片段 但是自此之后 刘霞就再没有公开延伸 直到今年年初 有消息说刘霞可以在两会之后离开 她的好朋友廖易武曾经打过电话 被身处在北京家的她 但是在电话录音里面 刘霞非常绝望 廖易武引述刘霞说 她爱刘晓波就是重罪 就是一场无期途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